梁廷告葉俊誹謗 電影《葉文》系列獻起詠春熱潮 但現實中的詠春就鬧出同門糾紛 葉文封門弟子梁廷前日出律師信 告葉文的長子葉俊誹謗他 原來葉俊在去年11月接受《一週刊》訪問時 說梁廷這麼多年一直借他父親過招宣傳 連合照都是梁廷找人偷影 梁廷昨日開記者會逐一澄清 還找來一班武術界代表造證 開幕時葉文公司中施親自來公賀我 這個就是葉文中施,這個就是我 現在那間館裡的佈局還是一樣 不是躲起來和他拍照 他說原本跟葉文的徒弟賀詠春 後來獲得葉文親自指導 梁氏徒感情很好,中施人一起喝茶 反而葉文在心的時候 從來沒見過葉準出現 又反咬葉準是跟自己學詠春 梁廷說如果葉準不道歉,就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我們昨天打過去葉準教權的詠春體育會 但職員說全日都聯絡不到葉準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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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